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南顿尼斯克方向的最新消息 那么现在在库拉霍方向,俄军是正式的对库拉霍方向发起了总攻 已经开始攻击库拉霍 目前俄军正沿库拉霍方向,火车站方向攻击库拉霍的时中心 这个战斗是异常的激烈 俄军已经证实,俄军已经解放了谢列多 所以俄军在库拉霍方向的行动 大家看,谢列多被解放以后,俄军在库拉霍方向的行动将加速 那么如果完全控制了库拉霍和谢列多方向 乌军在顿巴斯南部,最重要的这条蓝色防线就被击穿了 那占领库拉霍和谢列多 实际上是俄军目前在南顿尼斯克方向最重要的两个方向 解放谢列多能确保俄武装备的侧翼安全 并使米尔诺格勒红军村方向的乌军部队将更多力量放在防御上 这两个方向是乌军的补给中心 第二,谢列多解放能使俄军部队开始包围库拉霍方向 第三,这次攻击的目标之一很有可能是康斯坦丁堡 俄军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人口居住的地区 那么首先解放谢列多能够使俄军封锁红军村至米尔德方向侧翼 对吧,俄军这次在库拉霍方向还摧毁了一辆暴石坦克 在这儿,鲍尔斯坦克 看这个样子应该是鲍尔A6 这个坦克是被俄军第五突击旅 第五突击旅的爆破小组摧毁了 使用无人机 另外在库拉霍方向防御的乌军 是接收了黄鼠狼步兵战车 这个黄鼠狼步兵战车也在库拉霍方向参战 是乌军第36旅 这个实际上的乌军装备这个黄鼠狼步战车 就德国的黄鼠狼的部队其实并不多 包括36旅,25空降旅,33突击营 82空中突击旅,95空中突击旅 还有100阶化旅,225突击旅 这几个部队不是在库拉霍方向 就是在红军村方向 那么这两个方向看来是乌军未来防御的重点 所以将主战装备部署在这两个方向 那俄军现在攻击库拉霍方向的是南部战区的第51集团军 乌军防御的是第46旅的部队 另外在南部乌达尔方向和大诺契卡方向 俄军是从攻占的沙哈教尔斯克 就是矿工区向北今天是占领了亚斯纳亚波利纳亚 亚斯纳亚波利纳亚在这 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 它是在库拉霍南部 大诺契卡这个北部 俄罗斯方面也是升起了国旗 这是最新的画面 那俄突击部队呢 现在在整个的这个南部 南顿方向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包围 可以看这形成了一个大的突围 这个包围能够完全攻占库拉霍南部地区 仅有的几个居民点 那这样的话能够切断库拉霍南部的这个乌亚通道 那俄军的攻占沙哈教尔斯克 就是这个矿工 矿工村 主要是封锁呢 顿尼斯克西南 库拉霍 周围的乌军的集团军 那俄东部战区的指挥部呢 现在主要是要抵御侧翼 乌军的攻击 那么南部呢 向库拉霍方起广泛的进攻呢 是俄武装备在南顿方向的主要任务 那主要目标呢 是到达红军村 摧毁乌军最后的这个防线 现在呢 是俄军呢 是可以选择从不同方向攻击 红军村 乌克兰方面呢 现在宣布呢 在南顿尺方向的建立了多条防线啊 主要是进行对红军村的防御 那红军村的当地的这个侦查发现呢 红军村南部啊 和西部 俄军 乌军布置了三道啊 这个龙崖 也就是反坦克那防线 另外呢 设有三十一个据点 三十一个据点 那装备有反坦克武器和机枪 俄军目前呢 是可以对其摧毁的啊 因为俄军有FAB3000 而且还有制空权 所以现在呢 乌军在红军村周边的防御啊 现在很容易被俄军突破 还有呢 在 红军村南部啊 现在来看 俄军现在在沿红军村南部形成这个包围圈 特别是库拉乎方向啊 如果被俄军攻占的话 俄军下一步可能会从南部来攻击红军村 而不是选择正面啊 从这个格罗基夫卡方向攻击 因为乌军建立的防线呢 它是沿什么呢 它是沿南北走向 建立多条这个纵深防线 那如果从南部攻击红军村的话啊 南部攻击 乌军就要必须建立一个东西走向的防线 而不是南北的防线 这样的话会增加乌军整个的防御难度 所以俄军更可能是从库拉乎方向啊 北上啊 进攻红军村 而不是从这个正面进攻 乌军的这个防线现在来看呢 目前正在积极的修建啊 但是 红军村周边这个防线啊 乌军 北南向的这个防线是最坚固的 俄司方面应该是侦查到了啊 乌军加强了这个红军村周边的这个防线 目的呢 就是利用 空间来换取时间啊 加强在红军村的防御 包括建设这个碉堡 但是先看俄军呢 从南部进攻的话 那你建南北走向的防线 就会被俄军啊 用南北穿插 绕过你这条防线 从南部攻击红军村 你就必须建东西走向 来防御红军村 但是现在看时间也不够了 俄国防部呢 今天也公布了自己战报 我给大家汇报一下 截止30号 哈尔科方向 北部集团军 在哈尔科夫 霍尔昌斯科方向呢 击退了乌军 第三第16级防旅 还有第四第五边防旅的进攻 乌军损失是70人 四辆汽车 三门第30 西部集团军解放了 哈尔科夫的 克罗格 利亚科夫卡 乌军第14 六十三 九十二计划旅 第三突击旅 在彼得巴弗洛夫 卢干斯克的 纳迪亚 那乌军的损失达到四百亿 四百亿审 两辆不战车 里一辆哥萨克装载车 六辆皮卡 乌军的一门第二零 一门美智M119 一门12毫米 维尔巴多 炮发火车系统 还有电子战系统 四个野战呆库被损毁 南木齐团军 俄军击退了 乌军30 33 54 72计划旅 46空中突击旅 79空中突击旅 143旅 第十山地突击旅 和第十八 国民警卫旅的进攻 乌军损失达到520人 一辆M113装甲车 一辆美智的M77榴弹炮 一辆哥萨克装甲车 七辆汽车 一门凯撒自行火爆 两个电子战系统 一个弹约库 中部集团军 是解放了 敦尼斯克的塞利多 乌军地 114计划旅 95空中突击旅 25空中突击旅 68旅 38海军车旅 109旅 122陆防旅 在亚历山德罗 伊索尔卡 梅什尼尔方向 93 100计划旅 多次反击被击退 乌军损失515人 一辆抓甲轭车 两辆抓甲车 三辆汽车 一门第三轮的炮 东部集团军 在敦尼斯克的 拉夫诺布尔 施克亚布尔 击退了乌军第21旅 海军 路上第35旅 另外 乌军的425突击旅 和113 反空旅的两次反击 乌军损失115人 一辆坦克 8辆汽车 一门法国的凯撒 自行火爆被撤回 第一波集团军 在扎布尼斯克的贝洛哥里 击退了乌军82空中推旅 海军 陆战队35旅 第1110旅 124旅 126旅的进攻 乌军损失55人 三辆汽车 一门法国的凯撒 自行火爆 恩格拉夫电子战战系统一逃 另外呢 俄军还摧毁了67架乌军无人机 拦截了法国的锤子制导炸弹 和海马斯 在哈尔科方向呢 乌军也逮捕了一名俄罗斯的间谍 这个哈尔科夫的人员呢 根据乌克兰方面的说法 大家可以看现场画面 他呢向俄军提供了这个无人机改进的相关技术 现年72岁是鸡血卸家 他受俄罗斯军队委托 改进无人机图纸 他呢主要是发动机和弹药装置现代化改造 怎么发现他呢 是通过电子邮件啊 他用电子邮件 使用这个电子信箱与俄罗斯军方经联系 那他还撰写了一些无人机领域的科学论文 来蒙蔽误军的调查 最后发现呢 这些论文只是幌子 是变相啊 与俄罗斯军合作 那他呢被判处12年监禁 这个人72岁被判处12年监禁 会没收全部财产 在南顿斯方向这个战斗中呢 俄罗斯方面也发现了这个反无人机的一些技术啊 我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乌克兰方面 和俄罗斯在使用无人机啊 特别这个无人机对步兵啊 进行这种打击 反无人机技术呢 俄罗斯方面和乌克兰方面都有自己的杀手键 俄罗斯公布的这个反无人机技术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很简单 就在大疆无人机上面啊 大疆无人机上面 那加装这种隔离网 那这个大疆的MVIC3无人机 看大疆的啊 它上面呢是进行了这个重新的固定处理 那么伸出这个网状的网状结构 那可以撞击对方的四周啊 无人机 并保护本身自己的无人机啊 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这个反无人机装置呢 非常巧妙啊 也就是它可以呢 在对方的无人机上空下降高度啊 用这个网状的东西 打掉啊 对方这个无人机的这个转盘 或者叫转翼 旋翼 那么作为摧毁对方无人机的工具 所以你可以看 它这个网啊 它这个网状的东西 用来反无人机 应该现在是看是非常有效的 而且我说过 对付无人机最有效的方法 还是用无人机 俄军呢 今天在西路多 升起了俄罗斯国旗啊 那么这个地区已经被解放 呃 所以现在在整个的这个 南顿尼斯克方向啊 特别是 地匿博扎沃尔方向 俄军现在整体的动向是非常积极的 啊 甚至有部分俄军越过地匿博核 啊 那这是今天的俄战场的最新消息啊 呃 从地匿博 南部啊 南部扎沃尔方向啊 一直到南顿尼斯克方向来看 呃 俄军在 南顿尼斯克方向啊 主要呢 还是沿这个库拉霍到红军村这一线啊 就清除乌军在顿巴斯的最后一道房间 这个方向一旦解放以后呢 呃 南部的扎布洛地区 胡莱埃布洛啊 奥利霍方向 就被俄军啊 从侧面包围 特别从北部来包围 那么他北面的斯拉布洋斯克 卡拉玛托尔斯克就很难获得补给 所以即使这个中转中心成立 对俄整体啊 解放南顿尼斯克方影响不大 那这是今天的俄战场消息啊 后续有更多消息呢 会第一次跟大家分享 在这一款 要做的 解放到 解放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